现在AI非常的发达啦 他也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你只要有一张照片 把你的文字稿给他 照片就可以讲话 嘴巴会动 把你要讲的话讲出来 这个叫文字新闻播报的AI 各式各样的AI都有 那你不懂音乐 没关系 可以帮你直接做音乐 帮你伸出音乐来 所以这个时代真的是 想要做什么好像都有点可能 不需要说以前一定要是 那个专门科系的 连作词作曲都没问题 中文的 昨天我才在网路上丢了一个 进去你只要给他主题 所以各位AI有机会一定要接触一下 好那我们再继续哦 好我来稍微做个结束 我刚提到那个AI做音乐 这一个是我只给他主题而已 内容的文字跟音乐都是他自己生的 中文歌词自己生音乐自己做 还把他唱出来给音乐 这个是 这个是 它有各种风格 你可以选 有没有发现 很可怕 另外一种风格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三秒钟的事 我只把我刚刚那个Canva里面 我不是有一堆那个字我把它贴过来而已 他就三秒钟就做好了 多可怕 很多人要失业了对不对 好 那今天讲的大概就是一些Canva的一些应用 那各位有接触的 这是刚刚下载的 所以它压缩包解开之后里面全是就是这样 1920×108年的图 非常清楚 那你就可以拿去做其他的应用 好那刚刚还提到那个故事 我这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事件 好各位 血液循环有没有 心脏的结构 你看我这口诀都做出来了 阿兵哥被班长体罚 绕着树木左去右回 所以他口诀就是 左去右回上去下 下去上回 然后体循环 背误天兵被大脑缺氧 需要肺呼吸 我连他的主要功能都写进来了 笨的又去左回气势班长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只要你能够设计出来 我保证你的学习 学生的学习的成绩一定会 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各位好好应用那个Canva 把这些要学的关键的 图像化的东西 把你的概念变成图像 好好的去讲你的概念 好那最后剩下几分钟 各位帮我填一下那个道效问卷 看看有没有什么还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其他要问的地方 那现在那个AI 其实他的高层次思考 AI都可以处理了 所以以前你学的很辛苦的东西 现在丢给AI 他一下帮你整理好 以前说AI不能创造 现在AI可以创造了 那你就要想一想 那我人到底要学什么 那你就会发现更上位的思考会更重要 所以我们才说 不要只教技术 不要只教技术 这一点请各位老师 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 所以你上课也不要只教知识 你要教那个知识是怎么样学习来的 怎么样整理出那个重点 重点是 现在AI也很会整理重点 所以你现在要教怎么应用 怎么把那些学会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上 那个就会更重要了 好那就麻烦各位填一下到校服务的 KPI的表格 那我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好 技术的部分 网路上影片一堆 各位都不用担心 重点是你怎么去应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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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